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關注是南投發生的死亡車禍 這是在今天的上午走點多 一比63歲夫人她開著車 載著先生跟女兒前往南投婆里 但是才剛出門半小時 他們行進了國六就鎮 遭遇到附近 疑似是車輛故障的關係 所以她停在曹化線下車查看 只是沒想到這副人 竟然是被路過的貨櫃車 給追撞 傷重身亡 警方就說是37歲貨櫃車炸手 疑似是沒有注意到車前壯況 撞毀美滿雜庭 但真正事故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離情 小客車左側走轉 女駕駛噴飛 家屬急忙跪地查看 而發生碰撞的貨櫃車 則是整台側翻 當場橫在國道上 小客車車身嚴重毀損 這起驚悚車禍 發生在13號上午9點多 地點就在國道6號南投舊鎮 交流道附近 也造成現場車輛回堵超過1.7公里 警方表示63歲王姓女駕駛 疑似車輛故障停在曹化線上 下車查看 而後方貨櫃車駕駛沒有注意 先撞上故障車後 又撞飛女駕駛 緊急送往醫院搶救 人宣告不治 智濤姐死亡女駕駛是開車載者先生跟女兒 一家三口準備前往南投埔里 才剛出門半小時卻釀成悲劇 而造勢駕駛來到警局製作筆錄背影落幕 這回造勢的貨櫃車公司被爆出 歷年來有多起黑歷史 2018年曾在國道撞死兩警 2022年發生追撞大貨車 導致對方駕駛傷重 如今右鸟一死意味 其方表示搭貨車駕駛沒有危險駕車記錄 疑似為注意前方狀況 意外撞毀美滿家庭 而亡女車輛停放曹化信是否違規 兩者都在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這位少女林玉峰南投彰化報導